各位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一種類似 水晶按鈕 它要做出這種光澤、光透、玻璃的質感 其實它需要的是我們的 透明度裡面的製作折射片來製作會比較好做 做成這一種,不然就是用漸層方式來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我把它分割做法 首先呢,我們就是畫一個造型 就是用圓去扭 這種比較像按鈕的東西應該都是偏向於 要有弧度 就是要有阿角之類的 要有弧度 然後再配合漸層 它的漸層 漸層通常會取類似色漸層來做 再幫它填個漸層 面積漸層 面積漸層 然後再畫一個外框 就是一個是做外框面積不填色 只有外框填白色 那一個是只有面積填色 外框不填色 好,那它需要來做一點點 它要切出這一道這個弧度 好,所以我們就是像這樣 拉白色出來 然後再畫個大的這個圓 那大的圓是畫一個圓之後 再畫一個小圓 好,然後這個大的圓 在上面 小的圓在下面 然後兩個選起來 使用路徑管理員 路徑管理員在哪裡 它就在視窗路徑管理員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 我要大的減小的 所以大的要在上方 小的在下面 兩個選起來 讓它作用的話 就是形狀模式裡面的 減去上層 這邊就咬一口 好,那咬一口之後 然後這邊面積不填色按5 只留外框填色 就形成這一塊 再蓋住我們的白色 好,然後呢 把它兩塊再選起來 好,再選起來 按下分割 按一下分割 好,按完分割之後 記得對它按右鍵 解散群組 它就可以拆開 變成3塊 就像這樣 3塊 好,然後變成3塊之後呢 它有白色嘛 還有漸層 還有多餘這一塊 那我們把 外面這一層 白色這一圈的 把它填上漸層 好,那你就點物件之後 點它的外框 再去點選漸層 色票裡面只有漸層 等一下 它就會套上漸層 套在外框上面 好,那比較舊版本 可能需要去先幫它做成 這個 路徑裡面的 路徑裡面的 外框筆劃 讓它變成面積填色 再去填上漸層 好,那 這個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拉過來 把 漸層那塊 Shift加 Alt鍵按著縮小 往中間縮小 往中間縮小 比白色框還要小 好,縮進去 好,再把原本中間 切下來這一塊 填上白色 好,那關鍵呢 這個白色如何做出這一種 玻璃的光透感 好,關鍵在於 它需要做一個漸層 把白色的拷貝出來 Alt鍵按著左鍵 拖曳出來 它還必要再拷貝一個 好,這時候呢 需要填上漸層 點選面積填色上來之後 再 色票這裡有漸層填一下 填完之後 我們需要的漸層是 放色狀漸層 點一下 不過我們要的是 黑色在中間 這兩個就交換 好 好 拉多一點 好的,之後點選漸層工具 幫它做移動 好,拉過來 好,當然這邊可以再拉一下 好,那我去 這邊拉的時候 拉不出來代表 我需要像它這樣 就是 中間可能 白色過來 中間需要個灰色 不然這樣斷差太明顯 好,所以在點的時候 中間在 下方這邊新增一個 灰 好,然後再帶過來 像這樣,這樣漸層就比較不會像它斷差那麼明顯 好,這裡拉過來 好 好 那到後面變方塊的時候 是可以拉長 它的軸距 然後再移動 好,移到後面會變成方塊 是代表可以控制它的 漸層的長度 然後在後面你會變旋轉 好,那這邊好了之後呢 我們把它 疊上來 疊在你白色的上方 兩個選起來之後 要點選 透明路面板的製作折射片 好,它就會變成這種半透明的效果 你把它移上來就會有 像這種玻璃的半透明的質感 好,那主要記得就是 黑色是看不見 灰色是半透明 白色是會看見 所以它在這邊中間會漸層過來 變成白色 它會看清楚 所以就像這樣子 一個玻璃的質感 好 然後最後再把字打上去 好,然後這邊中間再加個半透明 這一塊加個半透明 最後再補上影影 好,影影的話就是 點你的物件 點選 效果 風格化 製作陰影 這邊就可以做一個陰影出來 好,可以勾預示 好,就會看到陰影 好,那 這邊做完之後就可以 再配其他顏色 都做成一組按鈕 好,那 最終如果你要把影子拆出來的話 就是用擴充外觀 點下去之後再解散群組 就可以把影子拆開 好,不然影子會跟它組在一起 好,影子可以單獨拆開 然後把它做出其他配色 以上就是如何做出一個水晶按鈕的設計 好,你們可以試著做 配合這個透明度的製作折色片 這是裡面的關鍵 好,來,試一下吧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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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吧